香港時間晚上1點左右 這一節呢 又是講春袋 又是講雜事春袋 不過這一節講雜事春袋 就跟辛偉誠今天講的一件事有關 但是英國在探索了中國來的氣球 Burlun的春袋 或者已經飛過了英國的頭上 那現在就看看 我相信美國已經有些技術去detect那些春袋 我想是差在怎樣查是飛過了 現在還在那 還是他會進一部會前行 歐陸甚至俄司 因為其實中國的春袋去英國的位置就很奇怪 因為如果他回來 我猜如果他會騰不騰不騰去世界一個圈呢 照現在的風向就會一直向西走 如果還有春袋 就是早期那些 可能飛了去英國 可能飛了去歐洲陸 飛了去歐陸之後可能經伊朗回來 可能在伊朗陸上 不出奇 再繞一個圈 因為伊朗是中國的民國 中國可能在當地有Base 也不出奇 有Base去回收 或者去處理那些 或者去補充的補充 不出奇的 因為中國在 他沒有進去古巴的 古巴也不會被中國的機構 這樣保存的 但是古巴也不想自己 無緣無故的 這麼近美國 他真的會 以前就說這樣 現在 現在古巴也沒有疫情這麼多 現在美國很不想收 暫時不想移動古巴 如果真的移動古巴 那是另一件事 但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還未確實 那些 雜事春代會飛上來 飛過去英國 但是有一個問題 中國會不會把春代飛過去英國呢 那我的戰略趨差是 會 為什麼我說會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 你看這個 曼徹斯特那個領事館打人事件 你看看這件事就知道 甚至有時候 有時候恐嚇他人的言論 劉政就擺明是不用說的 這個一定是黑警來的 習近平真的想要脅在海外的人 尤其是在海外的香港人 那你在海外最多的香港人是哪裏 一定是英國的 一定是英國的 因為BNO visa嘛 如果真是那個氣球 那個雜事春代飛上去英國的 他就想製造一個效果就是 你去到哪裏都不 你都走不走的啦 你不要離開香港 習近平這樣想的 然後熱狗就會配合的嘛 有些熱狗會說話 所以為什麼我說熱狗要捉真身呢 除了葉建豪啊 柳正啊 黃少奇這些 就是這些熱狗真身 但是其他的那些 檸檬蝦咪 還有連登那些 用假名的那些要捉出來的那些 因為這個是心理戰的一部份來的 習近平怎會不會拿這個氣球 當然他就只是看香港人 但是習近平就沒有預計到 他這樣做的話會擊起英國 導火的 如果他擊起英國導火的話 是另一件事來的 我想就是 如果搞到 Boss Johnson 或者 卓惟斯 士彈一個 做回首相 我覺得都不奇怪 就是因為 因為 英國是不接受這件事的 英國跟美國好似的 有些事情 因為他長年 他的地理位置的問題 現在大陸的戰爭 不關他的事的 但是如果大陸的戰爭 惹到他頭上 他是有一個看法的 OK 他會變成 他會變成另一個國家 他想嚇香港人 他想嚇香港人 解放軍裡面肯定有些人覺得 就是 都飛去美國 不如飛去英國 因為你順風的 順風嘛 飛去英國 然後再 會不會飛去歐陸呢 我就不知道 OK 因為飛去歐陸呢 如果之前的天氣就沒有那麼容易見到 也都看不到什麼 看不到東西 因為你收電子訊號 如果他這樣就純粹收電子訊號 但不是看地面上的東西 他主要是收益的訊號 就是可能收益的訊號 譬如手機訊號 都拿了 然後就可能 就是想 試探一些異見人士 那些動向 這個是其中一個的可能性 反正是順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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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可能最初沒有這樣 就是怎樣 他被你 遇到的就是 就算讓你知道不要緊 讓你知道我嚇到你嘛 有什麼事 這個是一個可能的因素 另一個可能的因素就是 在中國來說 他想知道是英國的核潛艇的動向 他就想拿到Helitronic Footprint來做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英國 大家都知道 歐洲有很多國家 都不會直接跟英國有軍事衝突的 又可 但唯一一個例外就是英國 英國很簡單的 因為英國只要香港有幾百萬英國國民在這裡 衝突呢 這個位置就要再想下面的 你問為什麼英國這麼積極 他的stand可以介入亞洲事務的原因 幾百萬英國國民 為什麼 BNO這個國籍本身 已經變成一個奇點了 OK 因為他本來這件事是不倫不外的 就是OK 因為他又要保證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 但是又不想被英國居住 那就搞出一個這樣的Nationality出來 OK 英國可以供出了Passport 問題就是 搞出一個Nationality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後面 因為經歷了1989年北京大屠殺之後 他後面就暗藏了Emergency Door 所以只有EU Rights那些東西出現 接著這個BNOVX那個程度 就是EU Rights的衍生物 本身是BRISC的衍生物 本身我可以跟你說 但是 好的 現在出現大革命 接著為什麼 大量的香港人 為什麼就進入英國 因為 不是因為貪英國好住 但是你知道英國 如果他們好住的話 就是歐洲好住過英國 是因為 香港的情況真的很差 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那些人就走了 是不是 你這樣一下香港 日日大刀匯 大哥 交收 那些搭板 交收東西都可以 交收值9000元的東西 都可以被人用刀打劫 大哥 交收東西 交收二手東西都可以被人打劫 用刀 什麼刀匯 大哥 你這樣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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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街就是Nife Crime的時候 大哥 香港的Nife Crime的嚴重程度 分中嚴重的英國 香港的治安是很差的 因為警察不無政業 警察變成了政治工具 警察不無政業 就不會有好治安 很簡單的 那 你有這麼多人在這裡 你BNO的奇點 OK 接著怎樣 那些人走 另一方面就是 還有些人是不想走的 那些人是不理的 那些人是不理的 那些人是國民來的 你無得不理的 那些人是你的Nationality 效忠於你的 他無得不理的 他無得不理的 還有一些BC 黎智英 黎智英 你不明白嗎 黎智英 他是British citizen 他 你無得不理的 現在你說英國政府 怎麼說 夠黎智英不夠 已經被國會議員 怎麼說 剷到上天花板 政府 那 所以這個事情 很清楚 就是英國 如果香港有什麼事 中國有什麼事 就是遠東出現事故的時候 英國一定會出兵的 英國一出兵的時候 中國一定是遇到這個問題的 中國不會當英國無謠道 還有 在歐洲國家裡面 即傳統的經典 歐洲國家裡面 仍然在遠東有軍事的存在 主要的就是英國 因為五眼五國圓房 香港 這個 盟外的 那個軍事安全的保護 是由英國負責的 還有這個 英澳是有回盟的 英澳 英國和澳洲之間有回盟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變成是怎樣 對中國來說 他一定是會拒絕英國的 因為英國一定會參與戰爭 這個是不用說的 英國一定會參與戰爭裡面 不會不參與戰爭的 這個是很清楚的 很明顯的 就是為什麼英國會招BNO的兵 為什麼 會有戰爭 會有戰爭存在 難道以後你回到 難道你香港完全 一個手足都 完全不懂得軍事 為什麼 赤鱷鱷鱷 這個不行的 這個不行的 香港跟其他的殖民不同 譬如你說其他奧江拓的 她 manage 阿敏本來說也是英國軍隊的 本來 他後來瘋狂了 就是一回事 但是本來沒瘋狂後來 英國人相信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是英軍 英國可以看他的軍隊 cas Training 對說全個人 petals 這個人可以不可以嗎? 後來變成了一個人 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你說 中國會不會送那些雜事春袋 上去英國上空? 會 有沒有證據 就是是不是真的發現到 這個春袋 我猜美國會有情報 會交給英國參考 這個是會 但是 如果雜事春袋 真的飛越 英國上空 會對英國對華政策有什麼影響 我可以說 英國準備和他開片都可以 這個錯誤就是被希特拉做 希特拉都醒過你 希特拉有一個事情 他知道就是 他對他 最後一刻 當然他這個是有些一廂情緣 他就 希望就是英國一直念著 皇室的關係 大家知道今天的英國皇室來自Hannover 其實 英國和德國算是親戚 你就會覺得 他其實不是很想英國介入歐陸的戰爭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英國如果介入歐陸的戰爭的話 英國 始終英國是有這麼少軍事實力的國家 始終 他就算現在也是 有軍事實力的國家 你惹著他的話 你沒有著數 就算你現在很遠都 英國最強是海軍 你看到 英國參戰二次大戰 和你德國片 德國有一些東西是一直以來 他還需要一次大戰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海戰 海戰 基本上整個納粹德國 主要是靠 穆軍去打 海戰 是不行的 海戰是不夠人 明知道那個將領是猶太人 有些人知道 鄧尼茲、趙蓉 沒有人 沒有人 明知道是猶太人都要保 沒有人 沒有辦法 他沒有人不保 因為 英國的海軍已經是差的 還有潛艇見得人 潛艇是可以的 有問題是 海戰 戰爭不是靠潛艇的 海戰 海戰是整體的 海戰是不行的 在中國的問題就是 如果在中國得罪英國的話 第一 中國得罪英國 英國是一定 特別現在涉及國民安全的問題 英國國民的安全問題 英國是一定跟你死過的 這個是傳統來的 我們的國家傳統來的 這是很清楚的 這是第一 第二 英國 Brisid 之後 他都想有些東西 是顯示他的實力的 所以 在這個問題上 他沒有可能對中國 行 APISEMANCE POLICY 你見到西俊偉 西俊偉擺明親共 對不對 阿西先生 我們 我想想想想哪位 才相同時有一個 香港語和英語的粗口花名字 對不對 意思都是同一樣 對不對 你想想想 他變了粗口性 但是他 問題是 為什麼西俊偉 怎麼樣 為什麼 猴俊偉 Jermy Humm 是 會 都往往發揮 他那個親中政策 他怎麼可能發揮親中政策 現在 這麼多香港人 坐在 這麼多香港人 這麼多英籍香港人 坐在香港那裡 但是 英國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英國人就是不知道的 這些人在香港好吃好住 你無緣無故來英國把鬼嗎 英國人都知道的 有些事情 英國人都以為自己很多國家的人想過來 但是 有些國家的人是不會想過來他那裡的 一個就是澳洲 一個就是香港 所以你說你搞一些移民控制 歐巴香港 你真的除了億移民 我真的看不到任何東西的 你那裡是令大家心裡難受 但是你說 誰想國外英國 你說一個澳洲一個香港 但是現在英國人想過來香港也有 我說給你聽 就是英國人如果想出來闖他們 過來香港或者澳洲也有 澳洲和香港人有陽光 有空氣 有食物 你知道英國 英國的食物是地獄來的 英國是不是 英國是自己煮 真是自己煮的 但是在外面吃就別搞的 但是好 就是英國除了 倫敦就正常一點 但是 Out of 倫敦 我就聽說 那些食物就真的是 啊 啊 哈哈 我聽聞有些事情是怎樣 一樣就是怎樣 那些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 看到那些香港人帶的合味道杯麵 給那些小孩子吃 很驅開心 大哥 什麼人家美味 他說 合味道杯麵 港版 但是這樣都人家美美 沒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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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很多時候 我聽過一些 有些人說 有時候 他們會想過來香港人 那些 請鄰居吃飯的那些 派對的那些 就會很著躍 因為一定有好東西吃 那些大人未必 著重食物 那些小孩子 美國還沒定型之前 他們會欣賞什麼叫好吃 什麼叫不好吃 那些人是本人 大哥 你長大了 你為什麼 因為吃慣越吃 你覺得越吃就是好吃 那些是另一個問題 對不對 那 那些英國人知道 香港什麼事 為什麼香港沒有來 香港有錢 比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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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搞這樣 就是 習近平還在玩 慘 真的 仆街 不Honor條約 一定會動 一定會動 如果現在習近平囂張 到整個成績 就是你上次 Manchester 那些打贏 已經覺得是入侵的 在很多英國人眼中 為什麼 太歲頭上動土 你在土地上打人 你打英國人 你沒事 大清帝國入侵 英帝國 報仇 但是如果現在 你這隻飛船 你的春隊 這樣Fly over 的話 英國人更加會覺得 這個習近平真的 Hit the second 真的是 習對 I 真的是 態度不同 這個 英國人 你可以說 英國人 有 你覺得他 怎樣都好 英國人是 這件事情很清楚 我想大部份人都明白的 英國人怎樣 不是戰爭時期的 他會是 但是如果一旦有大事 英國人 發揮能量起來 都幾是 他現在在游暈 我覺得 英國就都 戰後游暈了一段時間 因為你死了一批貴族 英國是靠精英維持 本來的社會 這些精英 兩次大戰死了很多精英 那變成就沒有以前 那麼 就是 你靠Elite來維持 就是 一幫港騎士精神的Elite 他們真的想戰場犧牲 大佬 英國王族 哈利王子都拿過 Apache 走去阿富汗暗友 大佬 那麼 透氣班 你猜那些 你覺得哈利王子 娶錯老婆一回事 但是哈利王子是真的 是打到一章的嘛 但是我的英軍訓言 我猜是王子還是不是王子 沒有優待的 但是那些Apache 直升機那些 美國好看著的嘛 那些 沒有優待的 否則哈利王子都不會 所以 經常都這麼重視那些 那些 那些傷殘澳兵 那些 那些福利問題 就是 好像 今年 今年北屋運動會 舉辦地點 在Dusdorf 所以今年九月 就是 今年九月 我肯定不會在Dusdorf 九月還在Dusdorf 大哥 北屋運動會期間 你看 哈利王子肯定在 然後肯定 大哥 周街都封號 好啊 不要搞 但是 這些 本來是怎樣 星期六日 Dusdorf 已經是屋尋了 你這樣 你這樣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但是 你可以看到 英國 會改變態度 英國 會被迫更強硬 不硬都不行 真的要跟你騙過 英國可能裡面 還有一些人會猶豫 就是 要不要跟中國騙過什麼 但是現在不用了 如果真的有整個 Bulloon 飛過去 或者Bulloon 曾經上時人士飛過去的話 如果是真的的話 英國人 不會跟 真的 一定盡快跟中國 Decoupling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那些 其實現在德國很多東西都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有些人說 為什麼買的東西買多了 我問中國 很多是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永濟 化學工業 就真是麻煩 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 有一輪 買很多中國 因為中國不怕污染 不怕危險的東西 化學工業很麻煩 我說 最煩Decoupling的產業 都不是汽車工業 是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 是最煩的 化學和製藥 製藥都在斷 都Decoupling的 是化學 化學是最煩的 因為化學要找一個 你也知道 不是什麼化學品 都是適合生產的 化學是有它的難處 但是 英國這樣 英國還有很多民生物品 現在是中國的 我至少可以 德國我平常買的 文具有什麼 沒有是Chinese的 沒有Main in China 少了很多 電子產品都少了很多 Main in China 但是 英國還有很多 但是之後不會 之後 之後我估計 那些Decoupling 都是大事 甚至影響歐洲的對話政策 你這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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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飛到英國 飛到英國 飛到英國 肯定飛到德國 我告訴你 德國最近聯邦 憲法保衛局 都捉了那些 中國間諜 中國間諜 不斷想在德國搞事 撩起 已經捉了不少 如果 習士春代說 他已經 超過英國 那為什麼 大家會超過英國 英國 其實 今天Brisis 也好 EU和UK Air Base 都在英國控制 你都是一體 其實是一體 海關就是分開的 問題就是 飛機本身 因為 太小了 你不要這樣 沒有成本效益問題 都仍然是英國控制 沒有啦 你今天歐洲也會改變態度 所以 大家 留意局勢 肯定是越搞越激 好了 這一節到這裡 下一節就在香港整天早上 然後 有可能四節 現在有突發新聞會四節 好嗎 我先講到意思